在完成了乾燥之後 我們把樣品放到顯微鏡的載台 開始依照我們之前教的程序開始對焦 那現在呢 我們透過開放原始碼的作業系統 Based on Linux 的 EZGO 第11版 我們應用裡面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來完成這個任務 首先請各位打開電腦 左下角的選單 到影音 像我們現在使用這個桌面錄製的軟體 叫做KESA 我們現在要推薦的 使用配合電子目鏡等 是影像擷取軟體 GUVC View 當然 影像擷取軟體有很多種 包括擷取我們的Webcam等等的 像VLC等等也可以 所以今天因為阿遠比較熟悉GUVC View 所以我們就操作這個 打開之後呢 簡單來講 現在這個畫面 它解析度比較低 如果要設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點到影像 選擇 最大的 最大的 像這個最大畫素 300萬 2048x1536 或者阿遠呢 就選擇在 1280x1024 它自動就把畫面調高了 這時候亮度它自動會調 如果不好的話 可以另外再調整 現在跟大家分享 整門 拍照 使用 按開啟 選擇 桌面 按 阻塵 檔案自動 現在阿遠的第三組 所以選擇 GROUP 03 Z A 接下來它會自動從 A01 A02 這樣加下去 好 攝影的部分我們先不介紹 好 我就把這移到旁邊去 現在目前畫面看到的 這個是最低的放大 倍率40倍 依照操作程序 我們移動轉盤 現在是放大100倍 這時候 有點模糊 我們可以動細條結輪 現在阿遠往前調一點 越來越清楚 就持續往前調 不行 就馬上回頭 就像我們上次的教學影片一樣 這是放大100倍所看到的樣子 其實已經看得出來 已經看得出來 格然是陽性菌跟陰性菌的部分 當然這次阿遠做的 樣本不是頂好的 有一條線 這才有它的乾燥線 現在切換到400倍的總放大倍率 稍微調一下 越來越清楚 慢慢調 因為軟體自動會把我們修正曝光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往下看 好 這時候修正曝光的時候 這時候是算起來相當的清楚 我們第一個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光圈 例如現在是阿遠手動把光圈關定 或者阿遠把光圈打開 一瞬間會比較亮 沒有錯 我們可以利用軟體的影像設定 把亮度調低 慢慢慢慢會試著抓著自己最適合的時候 一般阿遠會建議把光圈 實質的顯微鏡光圈微微調低 若不足的時候 再把亮度微微調高 好 我們把它收到旁邊去 這時候膠有點跑掉 再對一下膠 這樣相當清楚 這時候要來拍照了 這是400倍的狀況 所以呢 我們點這裡 選擇A400X 確定這張藥的時候呢 按這個鈕按拍照 這樣子就拍完 好 接下來我們切換到油鏡 切換到油鏡怎麼做呢 一樣轉動轉盤 這時候當然畫面是 這兩個時間接取不太多東西了 滴上淨油 再移動到油鏡 好 這時候需要一點對焦 一樣我們握住 氣條就是往前一點 似乎不是 往後 越來近了 對 至少這個方向是對的 慢慢調 慢慢調 好 再微微修正 好 這畫面相當的清楚 對焦已經很清楚了 欸 好像是跑掉了一點點 好 如果需要拍照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可以設定看 還有一個對焦一下 好 好 好像我再對一下好了 有一點點不是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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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上 所以才要再調一點點 好,就先這樣子 現在要拍的話,這是一千倍 我可以從打明這邊做個紀錄 這是一千倍 按下拍照 因為我們一組有幾位同學 大家可以騎齒輪柳向 我現在把他往左邊調一點 把他稍微移動一下 如果說喜歡這樣照片的時候 一樣,我們再把他拍個照 所有的照片呢,就會放到我們的首頁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把他另外用E-mail或者是用隨身碟把他帶回去